这真的是国际大都市香港,而不是广东某个偏远小镇吗? 今天我将在香港进行一天的自由行, 深入到香港最普通的大街小巷,看一看最真实的香港。 昨晚我住在香港青衣岛的海景酒店,房间总面积约6平方。 传言说,香港酒店的星级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来测定, 就是你打开房门,走向房间的床, 一步道床就是一星级酒店,两步道床就是两星级。 据说五步道床的就是国际化五星级大酒店。 我大概的算了一下,这个6平方的酒店,我大概是三步道床, 按照这个标准,我住的这个应该算三星级酒店。 你别说,我觉得这个例子还挺靠谱。 除了因为香港的特殊原因,面积略小之外, 从酒店内外的设施条件,还真的就很像三星级的标准。 酒店是几十层的高层建筑,底下有园林和游泳池。 房间内部的设施条件,也基本相当于如家和七天的水平, 典型的三星级酒店标准。 酒店的窗外是一个大型码头,一排排高大的码头机械, 带来一股浓烈的工业中金属风格。 你要说这是海景房吧,确实有海景,但不多。 从酒店出来,旁边就有一家711便利店,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里面的物价。 相比内地的711便利店,我个人感觉香港这边的物价起码要贵三倍。 我买了一瓶水和一张报纸,瓶装水的价格是8港币一瓶, 一张文汇报是10港币。 大家记住这一张文汇报,我将在之后的香港系列中, 专门用一期来给大家解读这一份文汇报的内容, 因为我从中发现了许多的值得注意的细节, 几乎可以说用这一份报纸就可以解读香港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 接下来,我将从这里步行,去两公里外的轻衣地铁站。 这一片属于港口区域,硬件设施比较的粗放,行人很少。 经过一个停车场,上面写着电单车月租位。 按字面意思,应该是可以付费停放两轮电动车, 也就是广东人所俗称的电机。 但是据我观察,在香港骑电机的人非常的少。 看了一下停车场的租金,小车月停车费2400港币, 中车月停车费3400港币。 我估计这个中车指的是7座以上的,包括MPV和小巴士。 电单车的月停车费是550港币, 好家伙,我买一个电机才1500块, 三个月的停车费就已经超过电机的价格了。 我想请问一下,我要这电机有何用? 我买一个折叠自行车200块, 每天的出行成本只需要半碗白米饭。 这个偏僻的简陋停车场, 莫名地让我有一种香港警匪片现场的及时感。 我总感觉这个小小的门房里,坐着亮坤、乌鸦和乌银哥, 三个人抽着黄鹤楼,喝着蜜雪冰城, 在斗地主,输了就在脸上画乌龟。 从停车场往前走,发现了一个警示牌, 禁止弃制垃圾, 为者将被监控。 又想到一个香港老电影中的画面, 我丢了一个废弃瓶盖, 被一个阿斯尔出示证件, 然后郑重地说, 我是香港皇家警察, 现在查到你涉嫌违法弃制垃圾, 请你跟我回警局接受调查, 你现在可以说话, 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。 经过一块物流仓储区域, 司机和搬运工都在望我的忙碌, 这才是真实的香港市警。 维多利亚港湾高档写字楼里的金融精英, 毕竟是少数, 大多数普通人都是辛苦问食, 过着朴实无华的生活。 熟悉的合力叉车, 赤薄的搬运工, 又让我仿佛置身于广州城中村, 野鸡工业区里的血汗工厂。 看到一批罐子, 上面全部印着鬼佬, 难道鬼佬是这个产品的注册商标吗? 在广东话中, 鬼佬是指外国人, 但是带着很不友好的贬义, 所以这个产品让我很困惑。 街头贴着的小广告, 这个招租的不知道是写字楼还是住房, 30多一点平方, 月租金是5800港币。 因为知道在香港闯红灯会被罚款2000块, 所以面对这个红灯,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, 就是会不会有一些视频博主, 花2000块闯一次红灯, 然后拍个视频赚了2万块。 我觉得肯定有这样不择手段, 将个人安全和公共秩序置之不理, 而不择手段制造噱头的博主, 大家要对这种行为进行坚决的谴责。 说时迟那时快, 一位香港大妈直接地闯了红灯。 我不有感慨, 很多时候法律法规也无法遏制人的天性, 除非法律法规能够百分之百地执行。 在路边发现了一个细节, 几乎每一棵树都有编号, 应该是纳入了精细化管理。 在香港这种比内地提前发展了几十年的成熟社会, 社会中方方面面的细节都已经被完善了。 现在在香港, 几乎随处可见国旗, 而且国旗永远比区旗大, 不平行使国旗永远在区旗的上方。 作为一个内地游客, 给我的感觉就是, 如今的香港, 从上到下, 对祖国的认同和向心力, 非常的清晰, 非常的强。 我在广州生活多年, 却一直没有来香港, 就是因为那些黄丝废青的恶劣行为, 导致我对香港都有一些成见。 实际上, 当我真正到了香港之后, 感觉绝大多数香港人对祖国的赤子之心, 可以说无庸置疑的忠诚和吃恶。 我可以用向上人头担保, 假如中国再次面临抗日战争时期的, 亡国灭种那样的危机, 香港同胞必然会与其他中国省区的兄弟姐妹们一起, 抛头颅洒热血, 供欲外入。 香港机动车的驾驶方向与内地相反, 所以过马路时, 会发现路上都会用中英文写上, 望右, 也就是提示你提防右侧来车。 我想香港本地人肯定都是习惯了这种方向, 那么他们在马路上面标示的作用, 应该主要是警示外地人吗? 经过一个小区叫海岳花园, 这才开始有了一些生活气息。 接下来进入地铁站的商业综合体, 留意到香港减发的价格, 单减是70港币。 顺便也看了一下香港的房价, 拿其中的一套来计算一下, 这是一套三房格局的房子, 总面积是660尺, 换算成平方就是61平方, 价格是928万港币, 换算成人民币, 正好相当于10万元每平方。 要知道这里可是香港非常偏僻的地方, 相应的应该也是房价很低的地方, 便宜的都要10万每平方起, 那些好地段的房价大家可以自行想象。 趁着这个机会, 给大家放上我的第一首歌词作品《冬天吃雪糕》。 它创作于2015年, 歌词写出来后, 我在淘宝上花300块钱找了一个歌手, 来作曲和演唱。 我对这个歌手比较不满, 有两个方面, 第一是声音比较娘炮, 第二, 它乱改我的词。 但想到人家才瘦了我300块钱, 我的内心也变得阳光了一些。 事到如今, 我与这位歌手从未眸过面, 也早已失去了联系, 但每每听到他的声音, 都能感觉到他的英容笑貌, 他个子比较高, 有点瘦, 戴着一副大的黑框眼镜, 牙齿不太整齐, 眉毛长得很好看, 像一把英雄的利剑, 跟女生讲话都会脸红, 跟男生讲话更会脸红。 如果这首歌的作者看到了这个视频, 请联系我, 我想再给你打赏50元。 戴眼镜的少年, 他在冬天的广州吃雪糕, 他安静地吹着雪糕, 看城市乱城一遭, 人身在他的衣服里闪耀, 他还会抬拳道, 他希望此刻来一个强大号, 让自己把他打爆, 冬天吃雪糕, 你们都别笑, 冬天吃雪糕, 因为我有料, 我忍住不笑, 只为安静吃雪糕, 哪怕吃到了最好雪糕, 我会大成交, 单眼皮大姐, 他在冬天的墨河吃雪糕, 他寂寞地吃着雪糕, 听路上汽车在咆哮, 小说在他的思维里发酵, 不久就会发稿, 他希望此刻来一个email, 说唱个剧本也卖掉, 冬天吃雪糕, 你们都别笑, 冬天吃雪糕, 因为我有料, 我忍住不笑, 只为安静吃雪糕, 哪怕吃到了最好雪糕, 我也大成交, 写着歌词, 给我告诉我, 那个少年现在还是那么弱, 那大姐的小说没有发表, 我想说什么, 进去不知晓, 我会说什么, 我应该说什么, 我说你们都等着瞧, 冬天吃雪糕, 没有莫名其妙, 冬天吃雪糕, 我的努力你们不知道, 不管你们看不看得好, 我都不会停止寻找, 哪怕吃到了雪糕, 我让你们大声叫, 发科爱吗, 随小, 你们悠悠, 这可闹, 走, 我的道站是深水步地铁站, 出了地铁站, 如果不是到处悬挂着香港曲奇, 我一定分不出这里是香港, 还是广州的城中村, 阿强的猪肉党, 开着粉色的灯, 招牌用大字写着, 新鲜本地猪, 阿珍的青菜摊, 用小块的白色泡沫箱体, 标着青菜价格, 阿坚的水果党, 榴莲堆成了山, 在某个瞬间, 阿坚望着对面的阿珍, 思绪去了远方, 浩南的烧辣店, 镇中挂着一只肥瘦的烧鹅, 光着上身的浩南, 露出当年特价促销时做的纹身, 用手指着骂还在学步车里的儿子, 生个叉烧好过生你, 这里才是最接地气的, 香港市井生活图景, 我站在深水步的街巷中, 这种似曾相识的生活场景, 又让我回想起香港的电影, 在这个间隙, 我又把早上亮坤, 乌鸦, 乌鸦哥三人斗地主的剧情, 续了一下, 亮坤, 最近有点尿贫尿, 急尿不尽, 赢了一把之后去上厕所, 尿精细小, 尿气低垂, 亮坤不由地感慨, 时光荏苒, 年华老去, 长叹一声道, 以前饿尿射过戒, 一家饿尿低失邪, 手气不好的乌鸦, 看见亮坤说去小姐, 却半个小时没回来, 乌鸦很生气, 后果很严重, 又使用了经典的雕烟掀桌子技法, 把斗地主的牌桌给掀了, 乌鸦哥每次逼点的蜜雪冰成草莓摇摇奶昔, 被撒了一地, 乌鸦哥什么都能忍, 但这杯草莓摇摇奶昔是他的最爱, 每次喝到他都会想起和阿珍在望角的那个夜晚, 和那个被阿珍老公阿强打成猪头的早晨, 乌鸦哥愤怒地骂乌鸦, 也使了你。 至此三人斗地主的情节, 这才完美落幕。 接下来我将从深水步一路步行走到尖沙嘴, 真切地体验香港,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香港系列下一集。